网上流传着一种阴谋论 就是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 如何用资本操纵着整个世界 为敛财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甚至还有传言说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达到了50万亿美元 是隐形的世界首富 就连俄乌冲突 都是他们搞的鬼 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西方历史上 确实留下过高光时刻 但其实 这些谣言大多是捕风捉影而来 而且正是因为阴谋论 这个传奇家族才走向了衰落 至今仍在过着影视般的生活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正宗的犹太人 16世纪起 他们就在如今的德国法兰克福定居 其姓氏原意是纸红色的房子 当时他们家族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只能生活在贫民窟里 一直到1744年 麦耶罗斯柴尔德出生 家族命运才迎来了转机 小麦耶12岁时父母双亡 让本就不幸福的生活雪上加双 当时他只能帮旅行者兑换硬币 勉强维持生活 而旅行者之所以需要兑换硬币 是因为那时候的德国 分为300多个小邦国 每个邦国都有自己的货币 旅行者需要将经营兑换成本国硬币 才能在当地使用 在兑换硬币的过程中 麦耶发现各国的硬币都很有特色 有些精致的硬币 还会被王公贵族当作收藏品高价收购 而麦耶手里正好有大量各国货币 于是他开始按照品项和稀有程度 将手里的硬币分门别类 甚至还编写了一本股钱手册 可以说是欧洲全有的鼻祖 随着麦耶的硬币收藏生意越做越大 他也结交了不少贵族 其中就包括黑森大公国的储君威廉 黑森大公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后国 也就是说 威廉将来有可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于是 麦耶就开始竭尽所能的巴结威廉 宁可亏本也要给威廉最低的折扣 威廉也因此愈发信任麦耶 威廉在继位成为黑森大公后 就将麦耶封为宫廷御用商人 可能是小时候穷怕了 麦耶有了这个大靠山之后 便开始疯狂扩张生意 先后涉及烟酒 金融等暴力行业 当然 这些生意里面 也少不了威廉大公的一份 于是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1803年 威廉大公被拿破仑驱逐出境时 甚至将全部家产都交给了麦耶保管 而麦耶也不负所托 在13年间 没有弄丢一件贵重物品 等到威廉回国后 他又将这些财产一分不差的 全部还给了威廉 这个无私的举动 让麦耶在全欧洲声明确起 很多王室纷纷找上门 想让麦耶帮他们打理生意 按理说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但麦耶却只给自己留下了很少的利润 剩下的大部分都返还给了王室客户 这个举动看似有点傻 但其实非常精密 因为麦耶知道 只要伺候好了这些老爷 他们随便从牙缝里露点小生意 都足够他发大财了 果不其然 到1806年时 麦耶的机会来了 当时拿破仑正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 英国急需用钱 于是他们找到了威廉大公借款 而威廉大公又将这笔生意交给了麦耶 这让他一下子就赚到了64万英镑 相当于今天的5亿多人民币 赚到这笔巨款后 麦耶误出了两个道理 战争是发财的好机会 搞金融是真赚钱 于是他秉承着这两个原则 在借助与欧洲各王室的关系 建立了一张遍布欧洲的金融网络 在拿破仑横扫欧洲时 麦耶也四处放贷 葡萄牙王室和西班牙波旁王朝 都找罗斯柴尔德家族借过钱 到1815年华铁卢之战时 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打赢了一场漂亮的金融战争 当时麦耶已经将家族大权 交给了儿子内森 内森在法军和反法联军中都有不少间谍 所以他掌握的战事情报 比各国官方的消息还快 凭借这一点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拿破仑占据优势时 罗斯柴尔德家族却提前知道 联军已经大胜法军 于是内森在明面上 大肆宣扬法军即将胜利 并大量抛售英国国债 引起金融市场恐慌 英国国债一度跌至原价的5% 趁着这个时机 内森又在暗地里 一张不落地吃下了所有英国债权 结果没过多久 拿破仑战败的消息传来 英国国债硬是大涨 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狂赚2.3亿英镑 成为了英国最大的债权人 有了这笔巨款 罗斯柴尔德家族 便在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 成立了家族第一间银行机构 此后 曼耶的另外四个儿子 又分别在法兰克福 维也纳 纳布洛斯和巴黎 建立家族银行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跨国银行集团 而且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儿子们 也从父亲那里学会了 要和权贵搞好关系 所以他们和欧洲各国的王室 高官都非常要好 甚至经常能在政令颁布之前 就获得内幕消息 并提前做出应对措施 几乎是稳赚不赔 于是 罗斯柴尔德家族前权双丰收 一时风头无两 当时的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 还亲自接见了 罗斯柴尔德家老四 卡尔 而且在会面中 教皇并未要求卡尔亲吻他的脚 这是教皇头一次破例 即使是各国君主觐见时 也从未打破这个规矩 此后 罗斯柴尔德家族又趁拿破仑退伍 法国局势动荡 将几乎所有法国国债都收入囊中 再通过抛售 买进等手段 让法国国债如同过山车一般快速涨跌 导致法王路易十八交头烂 不得不向罗斯柴尔德家族低头 交出了法国金融的控制权 1818年 后拿破仑时代 重新瓜分欧洲的亚称会议召开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二儿子 索罗门 也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期间 索罗门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成为了好朋友 并在日后资助奥地利 多次派兵维护地区和平 梅特涅也投桃报了 将奥地利的矿产 野链 铁路产业 都交给了索罗门经营 此后 罗斯柴尔德家族又一路高歌猛进 将产业布局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835年 罗斯柴尔德通过收购阿尔玛登股矿 控制了整个南美的白银野链 1845年 罗斯柴尔德家族又获得了法国铁路的建设权 1872年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 联通英法的英吉利隧道准备开始动工 一年后 他们又控制了澳大利亚的采矿年 1875年 他们正式买下了苏伊士运河44%的股份 至此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 可以说近乎于无限度 已经很难用数额来衡量了 确实隐隐有了控制世界的能力 他们也的确尝试过插手政治 1917年 英国外交大臣发布《贝尔夫宣言》 承诺会帮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 建立自己的国家 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 其实这份宣言在一开始 就是贝尔夫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信 后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又捐献600万英镑 在时隔1800年后 帮助犹太人再次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政治的影响力 也就到此为止了 至于阴谋论中说 他们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更是无稽之谈 虽然他们在此之前 发过几次战争财 但那都是局部战争 整个欧洲还是相对平稳的 所以金融市场才有操作空间 一战时整个欧洲的经济体系都被破坏殆尽 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遭受了巨大损失 至于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 会有各种神乎其神的阴谋论 这还要追溯到19世纪末的法国 当时的法国经济萧条 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却赚得盆满钵满 于是很多法国人便将愤恨 宣泄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 特别是一本名为反犹太人的杂志 直接说法国的经济萧条 是阿芳斯·罗斯柴尔德策划的阴谋 很快 法国的左翼作家们就纷纷响应这种说法 并大肆宣扬打倒罗斯柴尔德 可实际上 阿芳斯曾大力拨款 试图拯救法国的经济 所以上述的指控并没有事实依据 但是 这种博眼球的阴谋论 却迎合了法国人对资本家的仇恨心理 所以在此后的数年中 多部反罗的书籍 在法国成为了畅销书 不过 尽管法国人的反罗情绪高昂 倒也没有对罗斯柴尔德家族 造成什么实质影响 真正使罗斯柴尔德家族衰落的阴谋论 其实出自他们的老家德国 20世纪20年代 德国因一战失利 实力大大受损 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低潮 舞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 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越式的发展 德国民众也被纳粹洗脑 坚信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一战失败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整个德国都在寻找战争失败的祸根 以发泄心中的仇恨 于是 被泼了多年脏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就成为了纳粹口中的黑心资本家 希特勒甚至亲自撰文 诽谤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德国推入了一战 并大发战争财 这才导致德国战败 1936年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 甚至还排演出一部讽刺戏剧 名为罗斯柴尔德在滑铁屋 并在全国大范围公演 1938年 纳粹又在罗斯柴尔德的老家法兰克福 办了一场罪恶战 将罗斯柴尔德建立跨国银行的过程 说成是企图控制各国政府的邪恶计划 1940年 纳粹再次炮制阴谋论电影 让电影中的罗斯柴尔德成员说出 你只有让大量的人流血 才能赚到大钱 逐步加深了德国人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仇恨 所谓罗斯柴尔德控制美联储 控制世界的阴谋论 也是出自这一时期纳粹的宣传公式 但实际上 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没有涉足美国金融圈 甚至错过了整个美国的黄金发展时期 这也是他们在日后 被摩根 洛克菲勒等美国财团 彻底取代的原因之一 除了宣传公式外 纳粹还收缴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全部财产 其大部分家族成员 只能被迫流亡海外 而且他们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欧洲老钱 看不上美国这个爆发火 所以他们只在欧洲大陆流亡 但二战爆发后 欧洲基本都被拿催荡平了 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要么被俘 要么隐姓埋名 其财产更是所剩无几 如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虽然在红酒 铁路 矿产 银行等领域 还有一定的资产 但和19世纪的巅峰期相比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有传言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海量的艺术品 价值不菲 但谁也不知道这些藏品的变现能力如何 其家族影响力和阴谋论中操纵世界的幕后黑手 更是相差甚远 现在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保持低调 过着影视般的生活 就是想远离舆论中心 以免再被阴谋论迫害 但这种神秘感却引起了更多好奇 让人想了解他们到底有多少财富 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从未正面回应过这些问题 所以总会有人提出各种博眼球的猜想 关于他们的阴谋论也正是因为无法得到证实 才如此经久不衰 感谢观看